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,现年已经95岁了,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头衔,比如说清华大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,中国科学院院士,相遍理论等,大家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,他还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。 杨振宁在中国政界、学术界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宠,但是他的感情经历却备受争议,杨振宁的初恋约是17岁的样子。 但是在爱情与学业面前,最终杨振宁还是选择了学业放弃了初恋,但之后杨振宁前去美国,却与28岁的翁藩相恋了,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当年28岁的翁藩嫁给了杨振宁时,引起外界很多的质疑和谩骂,但是很多细心的网友发现,在这些一片质疑声中,这一对老少佩的婚姻已经走了13个年头。 虽然两个人年龄相差很大,也没有生育孩子,目前看来婚姻还是很稳固的,两人在媒体面前的恩爱也是丝毫没有遮掩,实质紧扣,眼神里浓浓的爱意。 近日在清华大学主楼,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发表演讲,95岁的杨振宁谢期参加,杨振宁曾跟翁藩说过,如果他去世,希望他再婚,但有的网友却很直白的说,你把人家都拖到40岁了,谁还要啊,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? 不想丢了领导